腾讯体育市,北京时间8月12日凌晨,纽约扬基和德州游骑兵的系列赛,第三战,继续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扬基体育场进行,扬基率先取得比分领先,可游骑兵于第七局将比分颁平, 七局下巴米格尔·安杜哈尔打出的两分本雷达为纽约扬基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此一过后,扬基本赛季的战绩,重新回到了七十分剩四十三副,距离波士多红网,还有九场胜查,数据亮点, 德州游骑兵,德鲁哈勤森花了八十五球主偷五有三分之一局,被打五只安达,送出了两次三阵并有四次保送,再几次则十分帅下休至六点零七,秋线首五个打数三安达,包括一只二类安达,跑回两分, 昨天对阵阳基打出三只本类打的一类手古斯曼今天首三类,寻到了两次保送,没有安达进场,纽约阳基,蓝斯林恩花九十九球,其中足球的比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点二,只吃下五只,挨了五只,安达的同时也送出了八次三阵,三次保送,掉了一分, 他代表杨基先巴的头三场比赛,一共主投十六又三分之两局,只掉了一分的同时三阵掉二十二,未打者,斯坦顿三只打数两只安达,其中包括首局的本类打赛季第二十九轰,并选到一次保送,密格尔安杜哈尔斯克打数二安达,包括第七局超前的两分,本类打,博德斯克打数两只二类安达,之前他六十一个打数, 只打出过一支长达,比赛进程,比赛一开始由奇兵的手棒打着邱信手边先声夺人,看到第二球便将他打向中间方向,形成滚地安达,奥多尔跟林恩缠斗了八球,最后站着被三阵出局,而邱信手也成绩到上第二来,但林恩及时稳住心态,他花了十球临续三阵掉了安德鲁斯克贝尔特雷, 化解了游奇兵第一局的攻势,而一局下巴哈欽森在三阵掉手棒打着加德纳后,面对二棒斯坦顿时控球不稳,连着投了三颗坏球后,向斯坦顿的内角塞了颗偏高的速球,斯坦顿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棒将球轰出了左外野方向的本雷打墙, 这也是斯坦顿无常比赛中打出的第四发本雷打,在制造了格雷和柳斯的滚地球出局后,他又被安杜哈尔打出了一只三类方向的内野安打, 接着波德抓住哈欽森二块球没好球情况,下投出了片地速球,一棒落七打向了深远的中右外野方向形成了二类安打, 安杜哈尔在游奇兵野手将球转传回本类前跑回第二三,在解决了拖雷斯后,哈欽森投完了第一局, 杨基靠着斯坦顿和柏德的长达,以二比零暂时领先游奇兵,经过第一局的乱流后,哈欽森的表现稳定下来了, 曾经效力过多伦多蓝鸟,得他对杨基球场定不陌生,从第二局开始,尽管杨基队先后由五人上类,其中四人选择保送, 但是杨基队在他下场前并没有追加保险分,林恩在安全度过第二局后,在三局上半遇到了乱流, 秋信首先是跑出了一只二类安打,接着奥多尔打向游击方向,的滚地球,让秋信手上到了三类, 尤其冰的三棒安德鲁斯时打出两两安,送回秋信手的同时也将比分搬成了一比二, 接下来,林恩面对贝尔特雷石头,的第一颗接球提前落地,一类上的安德鲁斯, 欲成绩到上二类,而不守杨基东刚成功打下了类球,并且迅速将球转传, 给守在安德鲁斯到类路径上的二类手托雷斯,托雷斯接球后第一时间, 将安德鲁斯触杀在二类类包前,拿下了第二个出局数,在被贝尔特雷打出两安后, 林恩三阵的普洛法,结束了尤其冰这局的攻势,这个半局打完,尤其冰暂时已一比二落后, 之后尤其冰的攻势,再也没给林仁的头球带来太大的麻烦, 他投满五局只掉了一分,拿到胜头资格下场休息, 反而在六局下罢,博德一开局便打出了二类安打,虽然托雷斯被森阵出局, 尤其冰主教练还是换上了中级左头詹姆斯斯普林斯, 接替投球,沃克紧接着便从他手中打出了带打尖的鸟安, 扩大了杨基的领先优势,尽管斯普林斯解决了杨基的八级有两棒, 可六局战罢,杨基已经领先尤其冰两分,比赛打到了七局上半时, 杨基换上了左头扎克布里顿, 投球,在用尘球解决掉前两个打者后, 布里顿的控球,一下子出现了问题, 球心手和奥多尔接连打出滚地球形成安打, 布里顿又连着保送, 拉安德鲁斯和贝尔特雷, 由其冰将比分追到了2比3的同时, 三个雷包上环度有人,杨基主教练布恩坚撞, 提早退出了球队的不拘头手的林贝坦希斯, 可贝坦希斯的投球动作被裁判认定是投球犯规, 因而累上所有跑者都能进占一个美包, 奥多尔回到本类追平了比分, 尽管贝坦希斯用滑球三振了普洛塔, 客气局上半结束时, 尤其冰队已经将比分扳平, 被坦希斯赤下了三季第一次救援失败, 布里顿来到阳基后投了6点一局, 已经送出了6次4坏球保送了, 7局下半, 在解决了首棒打阵后尤其冰总教练, 决定换上2015年效力过纽约阳基, 的中继投手克里斯·马丁, 克里斯·马丁斯坦顿打出两岸后, 格雷克六四高飞球出局后, 安杜哈尔抓住马丁投的尸头球打成了本雷达, 只是他赛季第17发本雷达, 他的17发本雷达中, 有8发是追平或是超前本雷达, 创造了职业生涯单级的新高, 虽然之后杨基的打现在无变数, 但是杨基获得了5比3的领先, 到了第九局, 球场的与世建起, 查普曼的控球也遇到了问题, 他保送了手棒带打击内尔法勒法, 克里斯尽管他三阵了游骑兵最有威胁的打着球技手, 然而奥多尔接着就是一记鸟安, 他还砸到了贝尔特雷, 形成了两人出局满蕾的局面, 幸好他最后让普洛法会棒落空遭到三阵, 才帮杨基收下了这场跌当起伏的胜利, 先发名单, 纽约洋基, 一,左外援手布雷特加德纳, Brett Gardner, 二,指定打击及阿卡洛斯坦顿, Jean Carlos Stanton, 三,游击手迪迪格雷格柳斯, 迪迪格雷格尼斯, 七,右外援手尼尔博克, Neil Walker, 八,步手凯尔东刚, Kyle Higashioco, 九,中外援手肖恩罗宾逊, Shane Robinson, 先发投手蓝斯林恩, Lenslin, 德州游骑兵, 一,右外援手秋信手, 二,二雷手鲁格内格奥多尔, Runoda, 三,游击手埃尔维斯·安德鲁斯, Elviss Andres, 四,指定打击, 埃德里安贝尔特雷, Adrian Belter, 五,三类手距离克森·弗罗法, Juriksen Proffar, 六,左外援手乔伊加洛, Jurigello, 七,步手, 罗宾森·奇林诺斯, Robinson T. Reynolds, 八,一类手罗纳德·古斯曼, Ranold Gassman, 九,中外援手卡洛斯托奇, 凯勒斯托奇, 先把投手戴鲁哈签刺, Joe Hutchison, 商定情况, 纽约扬机, 斯坦顿左侧脚筋依然感到不适, 现在他还只能作为指定打击登场大球, 莫克周五云颈部不是缺阵, 在经过治疗后, 今天他再次出场, 那周游骑兵, 诺马马扎拉, 诺马马扎拉已经在3A打复天赛, 距离生育复出的时间已经更加临近了, 明日前瞻, 杨夕和游骑兵将在明天凌晨, 进行本次系列赛的第四战, 杨夕将派出先发左投CC沙巴西亚, CC, Sapportian, 而游骑兵派出的先发投手势, 近来表现回软的左投马丁佩蕾斯, Martin Paris, 天气预报显示明天纽约的中午下雨的概率较大, 比赛有可能会推迟甚至是取消。